近日本以为张岚母子和大S之间的闹剧已经平息 没想到又来挂了 这回真是万万没想到 张岚在直播间哭诉 孙女对她已经改了称呼 不叫奶奶了 张岚在直播间里透露 自己元宵节时买了很多的礼物给两个孩子 也和他们通过电话了 但是孙女张口闭口就教自己兰 就连称呼都变了 看得出来张岚语气里有些失望 不知道孙女是故意开玩笑调侃奶奶 还是因为点什么 已经三年多没有见过孙女孙子 对张岚来说 他们的一个小举动都会让她难受半天 春节时 大S发律师函临时反悔 不让孩子回内地过年 当时很多网友劝张岚 孩子大了自然就回来了 但是张岚却情绪压抑地说 他们是回来了 可是我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呢 就算将来回来了 教育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联想到张岚说的话 孙女突然对她改变称呼 敏感的奶奶心里肯定有些不舒服 就是不知道孩子是无心的 还是受影响呢 如果再过几年都不回来 再深的感情也会有淡的那一天吧 相比张岚的情绪低落 聚金业最近可真是特别忙 心情也格外好 有传言她将要当爸爸了 忙着给孩子起小名 酒吧的活动爆满 邀约不断 还有说 大S为了让两个孩子和欧爸相处融洽 已经提议将孩子改姓和国籍 不过知情人透露 这两天 聚金业忙着准备和大S结婚一周年的礼物 打算亲手写一首歌送给老婆 为了这首歌 欧爸熬夜创作 是大S很喜欢的那种浪漫 网友纷纷留言说 这种用心的礼物 大S肯定很喜欢 比如手纹戒指 还有网友说 都50多岁了 能不能来点符合实际的东西 拿不出钱就说拿不出 这也太抠了吧 汪小飞结婚十年 每次结婚纪念日 送的都是价值几百万的珠宝首饰 确实不一样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大S一家接连传出喜讯 张岚不仅看不见孩子 直播人气热度一直下降 疯狂掉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接下来说 聚金业憔悴现身 眼带比眼睛还大 送他和大S的夫妻写真 吸引路人 汪小飞与大S离婚后相互指责 因为男方的暴脾气 二人分手 并没有按照女方设想的那样体面结束 汪小飞只要被点燃 即不管不顾地在网络上发言 将家世细节公开 这件事对女方的现任丈夫 聚金业造成了很大影响 现在大家都指责聚金业吃软饭 花着汪小飞给前妻的生活费 去年 大S公开二婚喜讯时 外界祝福一片 而聚金业也离开韩国 定居中国台湾 获得不少新的工作机会 大S聚金业新婚的幸福顶点 应该是他们合体拍摄的夫妻写真曝光后 二人在专访中秀恩爱 在多个地区登上热搜榜 然而 汪小飞突然发飙 聚金业形象被毁 大S夫妇为了避风头 不得不低调行事 今年2月8日 是聚金业与大S登记结婚一周年 两人不发布任何消息 身边朋友都噤声 没有一张照片流出 夫妻俩与家人低调庆祝他们的纪念日 两天后 聚金业暂别妻子 飞往美国西雅图工作 举办个人艺术展 2月11日 不少身处美国的网友透露 在西雅图一家韩国餐厅偶遇聚金业 当时他在餐厅里面创作涂鸦作品 全程拍照录像 有人称 餐厅以抽奖形式送出聚金业的画作 聚金业很大概率跟餐厅老板是好友 不然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办活动 一家专门吃烤肉的餐厅 送艺术品吸引顾客 多少有点剑走偏锋 为了吸引路人 聚金业带了多本时尚杂志前往西雅图 就是他跟老婆大S合体上封面的那一期 他在杂志封面上签名 送给餐厅客人 其实聚金业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跟大S的爱情故事都写在专访里面 送杂志会比他的个人照片吸引人 网友透露 前往餐厅吃饭时 发现了聚金业的艺术展宣传单 结果抬头一看 本人就在餐厅现场 两位网友上前合影 聚金业表现亲切 他身边有个大叔 直接将两本杂志塞给网友 然后用英文说 他会给你们签名 也不理会网友是否需要 网友发帖复述此事时直言 我们根本没让他签名 不少人光想着那个画面 就觉得很尴尬 更有人留言 暗讽聚金业要靠大S赚钱 楼主晒出与聚金业的合影 照片没有滤镜 也无修图 53岁的聚金业显然非常憔悴 眼带比眼睛还大 水肿的厉害 网友看到照片都觉得 聚金业苍老了许多 大家用和蔼的老人来形容它 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 聚金业的状态确实不如去年 去年这个时候 他与大S刚刚结婚 二人在中国跟韩国都获得了极高的曝光率 人气到达顶点 然而好景不长 汪小飞曝光了跟大S的离婚协议之后 聚金业人气下滑 遭网友吐槽 软饭王 大S跟聚金业闪婚 双方家人都不谅解 通过一年相处 徐妈妈已经接受聚金业这个新女婿 但南方母亲似乎对大S还有保留 今年春节 聚金业在中国台湾与大小S一家度过 她去了小S的地堡豪宅给大家做饭吃 聚金业的母亲没有前往当地 反而在韩国过年 本应一家团聚的日子 大S与婆婆并无见面 有网友挖出聚金业在2011年的专访 她在访问里透露 自己将爱情放在第一位 当我爱上一个人时 我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 如果我坠入爱河 我就不工作了 以前还是Clean成员 我本想跟女朋友一起过除夕 但我的经纪人安排了一个活动 所以我带着心痛离开了 聚金业确实将大S放在首位 不然不会放弃韩国的一切 跑到异国他乡当坠序 汪小飞说 大S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门 所以他才相信大S离婚后找不到第二春 可他没想到前妻的网恋能够奔现 网友看来聚金业要靠大S供养 但也许在巨母眼中 是儿子为大S牺牲了一切 还遭网友泼脏水 面对这样的儿媳妇 聚金业的母亲多少都会有看法吧 接下来说 大S聚金业低调庆祝结婚一周年 男方拿两人日记吸引人顺便卖画 近日是大S聚金业登记结婚的一周年纪念日 不过大S和聚金业都没有晒出两个人的庆祝画面 而是低调地在家里庆祝的 只有两个人享受着甜蜜的安静 果然这就是一种别致的浪漫 不过两个人庆祝完一周年之后 聚金业就立马开始工作了 果然是一个勤劳的男人 不少网友们都表示 聚金业现在应该是想借助这个时机再一次翻红 同时也是希望摆脱软饭男的称号 毕竟这样的头衔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还真是令人难堪 原来这几天聚金业已经飞往美国西雅图了 目的就是开办自己的画展 顺便卖画 只是不少网友们都质疑 在美国也没有多少人认识聚金业吧 聚金业如何开画展 如何卖画呢 不过粉丝们的担心是多余了 在美国西雅图有很多亚裔人士 中韩网友们对聚金业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度的 这一次聚金业更是想了一个小妙招 就是随身携带了超多自己和大S的杂志 里面不仅有他们的合影 还有他们的恋爱日记 所以是他们粉丝们或者想了解他们恋爱过程的人 一定是被这本日记吸引吧 当然 聚金业是在自己朋友的餐馆里 聚金业还到处拉人免费送自己与大S的写真集日记 免费签名合影 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聚金业要顺便卖画 可以说聚金业真的是好算盘 免费送人写真集日记以及签名合影 但是最终却推销自己的画作 想必很多粉丝们应该也是不好意思拒绝 就买了画作吧 不知道聚金业利用这种模式 卖掉了多少画作呢 不少玩偶们也都调侃 聚金业真的是太会了 几乎是抓住了所有赚钱的机会 可是这样的操作行为 也是被不少网友们诟病 可是聚金业既然这么做了 就说明他已经深思熟虑了 毕竟能够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很多粉丝们都在质疑 聚金业和大S一周年结婚纪念日 不知道聚金业会送大S什么礼物呢 之前汪小飞都会给大S送钻戒之类的 这一次聚金业会不会再一次来个纹身呢 毕竟目前为止 聚金业都没有送过大S什么贵重的礼物 不知道大S会不会有太大的反差 大S聚金业低调庆祝结婚一周年 南方拿两人的日记 到处分发拉人顺便卖画 不管怎么样 或许大S根本不在意聚金业送自己什么 毕竟自己手里拿着汪小飞的消费卡 想要什么都可以拿着去刷卡 聚金业能够一直陪伴他 就是最好的礼物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